听到楚威王心有余三个字 张仪玄机一笑 再次拱了拱手 陛下 天道在一 唯有一贯之方达和谐 方金天下 师道缺德 由一而生多 由多而生乱 致使乱象分成 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 天道既生于一 必归于一 天下一统 乃大势所趋 民心所下 陛下得力兼具 自当顺天应命 师大爱于民 就百姓出水火之苦 不可过谦 楚威王屈身问道 寡人得力 见于何处啊 陛下有大力而不发 以存周事 足见大德呀 至于陛下之力 更非列国所及 陛下属地 东西五千里 南北五千里 中原诸国家子一起 不及京楚一半 此其一也 楚稻米之风 鱼肉之腹 五金之出 珠宝之铲 中原列国无一可及 此其二也 楚民欲千万 勇而好战 终而死国 中原列国无可争锋 此其三也 陛下正大光明 殿下果敢神勇 众臣贤而不宁 众将武而善谋 此其四也 陛下有此四力 自是天下第一有力之人 楚威王陡然身子后仰 爆出了一声长笑 听说中原多出善蛇之人 今日看来张子英算其中之一了 善蛇并无过错 只是张子不安处地实情 一味信口开河 却是过了 张仪微微一笑 敢问陛下 张仪所言不知哪一句 为信口开河呀 哈哈哈哈 其他姑且不论 但是你所说的第一例 就是空洞啊 楚地西到前东 东到昭关 不过三千七百里 何来东西五千里之说呀 张仪又是一笑 朗声禀道 陛下 若是东至永东呢 楚威王又抱了一笑 张子虽然善意 却是不知楚越 永东历来就是越人之地 如何突然成了寡人的属地呢 张仪脸神 极其认真地凝视着威王 陛下所言 只是昨日与今日 张仪所指 当是明日啊 楚威王心中一动 脸住了笑容身子前驱 请问张子 此话怎解 张仪正经端坐 缓缓说道 在张仪眼中 永东今日属于越国 不出一年 必将成为陛下属地 楚威王愣正片刻 方才深吸一气 将张子伸打了一仪 张子教我 张仪微微一笑 话外有音 岳人成群结队 前来送死 可陛下早已心知肚明 何必装作不知呢 楚威王又是一争 陈思良久恍然大悟 精神面貌焕然一心 哈哈连笑了数声 哈哈哈哈 张子这局大棋 寡人下定了 说着 他转向了太子 怀儿啊 你却安排膳食 在官播亭中 摆好棋局 寡人在那 与张子对异 太子怀起身 朗声应道 儿臣领旨 影都大街上 迎黑时分 全身披挂的上驻国 昭阳 威风凛凛地 站在战车上 御守挥边赫马 战车风驰电车般的 驰过的几条街道 在昭阳府前停下 昭阳下车 大步走入府门 加载行财文声 急帅众仆迎出 昭阳顿住步子 对刑财道 去 塑造陈上青来 刑财应声惹 转身急去 为交往方便起见 陈枕购置的房舍 就在昭阳府 斜对面 不消一刻 刑财已经领着陈枕 快步进府 赶至了客厅 后有一时 昭阳洗漱一新 换身便装 击不出来 陈枕站了起来 依道 陈枕见过 驻国大人 昭阳竟不还礼 黑沉着脸 走着主位 并息坐下 伸手指着客位 冷冷地说道 坐吧 不要讲这虚理了 陈枕略一愁愁 起身指客位坐下 昭阳不无怨恨地 白了他一眼 什么大礼 什么另隐之位 赵某算是瞎了眼 聋了耳 竟就鬼使神差的 听信上清之言 举兵伐送 折兵六万不说 这又失去行山一十三成 赵某的脸皮 算是丢尽了 陈枕拱了拱手 诸国大人息怒 行山之败 过不在大人 只在井将军一人 此言何解啊 据朕所知 诸国大人兵分两路 使井将军引兵行山 避时倒须远洗大梁 当是上策 可惜井将军未听 祝国大人命令 中途 擅自回军 这才陷入旁涓的圈套 致使全军覆没 行山丢失啊 招阳连连成事 是 是 是啊 尚清所言极是啊 如果井河奔洗大梁 庞涓必回师救援 周某回师夹击 庞涓必将陷入苦战 结局截然不同啊 看这样子啊 许是诸国大人命中 该有此败呀 不过 陈诊说到这儿 欲言又止 朝阳急了 上卿大人请讲 陈诊拖长了声音 缓缓地说道 此战虽败 于大人 却未必不是好事啊 嗯 此话怎讲 楚地虽大 不过姓景 姓曲 和姓昭 三大家族而已 这些年来 楚地虽说三世 顶足而立 独领风骚的 却是景氏 今景将军兵败身死 令尹大人年老体衰 今有白发葬黑发 景氏必将一绝不振啊 景氏不利 屈氏无大财 未来 未来数年能在楚国振臂一呼的 舍大人其谁呀 嗯 这 朝阳眼睛脸眨了树眨 压低了声音拱手道 尚清大人此言 只可再次说说 若是他人知了 朝阳纵有十个舌头 怕也解说不清啊 哈哈哈哈 大人放心 在下虽是不才 却知好歹 祝国大人 待在下亲如手足 在下焉能不时长短呢 嗯 哈哈哈哈 时长短就好 不瞒尚清 此战虽是兵败行善 从长远来看 朝某的确利大于弊 眼下相成为师 景和又死 朝某卫天一兵一卒 仍与庞渊纳斯鼎立对质数月 在陛下面前 也算有了解说 如若不然 此番面见陛下 朝某为友 引荐服罪的命了 陈阵呵呵地 笑了两声 哈哈哈哈 老丹允 祸兮 福之所以 说的就是大人了 不过 不过 祝国大人若要完全化祸为福 还须行尸一计呀 哦 是何妙计呀 你们京人若是自行请罪 该行何方啊 那是罪大小而定 轻者赔礼道歉 重者肉坦西行 背负荆棘 嗯 若是这样 祝国大人最好 要受一番苦楚 来一个肉坦西行 赴荆请罪 朝阳似是豁然开朗 朝陈阵拱了拱手 嗯 是了 他又撕了一阵 连连点头 是了是了 在下早就将锦和为命一事 表奏陛下 同时奏名在下战果 破宋人关爱一处 破宋城二十余座 斩首宋人数万 后又回兵力保相成 重挫卫军 数月以来 使魏人不敢御前半步 恭莫大言 此番面君 在下居大功而不表 反而肉坦西行 赴荆请罪 陛下还不 陈诊马上喝道 祝国大人 以退为进 千诚无量啊 若有进取 也是上青之功啊 昭阳说着 略略一顿 怜起了笑容 上青大人 莫说这个了 在下回来 所以急召上青 是另有大事相伤啊 陈诊也指点主题 可谓月人席敬之事啊 昭阳点了点头 正是此事啊 上青想必看到了 眼下局势甚是危急 月人兵分两路杀来 气势汹汹 行山那边又被 卫人缠上 一时三刻难以脱身 陛下 这又紧急招我 在下是首尾难顾 左右执着了 区区月兵 何足挂齿啊 昭阳眼睛大睁 身子前青 敢问上青 可有良策交我呀 陈诊俯身向前 昭阳会议 也轻身相凑 陈诊耳语又轻 昭阳是频频点头 脸上渐渐浮出了笑意 第二日晨起 天刚放亮 昭阳就梳洗一地 驾车直驱张华宫 陈诗刚过 昭阳赶至三修台下 依着陈诊之计 脱去上衣 露出罗背 吩咐下人将自己双手反绑 裤脚挽起 裸出两个膝盖 背上又插了数根荆棘 缓步登上三修台 早有换人暴入了 内载闻报迎出 将他引入了官播亭 距亭子三十步远 昭阳两腿一驱 肉坦西行 一步步跪至官播亭上 在威王面前三败九寇 气泪道 罪臣遭扬 叩见陛下 楚威王盯住他 显然有些惊讶 哦 赵爱卿 你这是怎么了 陛下 行山失利 损兵折将 皆是罪臣之阔 请陛下 发落 楚威王缓缓起身 走到昭阳面前 亲手解去绳索 扔掉了荆棘 扶他坐下 自己也与主威缓缓坐定 长叹了一声 哎 行山失利 若是追究起来 当是寡人之过呀 爱卿已经尽力了 这又何苦肉坦西行呢 陛下 六万将士 十三座成椅 全都施在罪臣手中 罪臣万死 难辞其咎 罪臣死罪 陛下可以不责 罪臣 却是不可自数啊 楚威王大是感动 哎呀 爱卿啊 行山之势 其中曲折 寡人都已知了 爱卿 力挽危局 攻打于过 这又引咎自责 丝毫没有闻过是非 实属难得呀 陛下 昭阳是泪如雨下 气不成声 楚威王 递过一块丝巾 哎 此事 算是过去了 哎 擦一擦 寡人 今召你来 是有要事相伤啊 昭阳 接过丝巾 却是舍不得用 将之细心叠起 纳入袖中 然后 以袖 逝去了泪水 改坐姿为贵姿 微臣 谢陛下 龙恩 哎 爱卿啊 眼下局势 你也看到了 寡人不再多说 只想听听你的看法 朝阳拱了拱手 回禀陛下 微臣以为 月人只可和 不可战 为人 只可战 不可和呀 哦 楚威王大是惊讶 抬头望向了朝阳 请爱卿详解 陛下 楚越 百年来 互无纠葛 更未结怨 此番突然掉头 罚我 祸有原因 我当派使者 前往月营 探明实情 小以厉害 徐以实力 月王祸肯退兵 为人却是不同了 为人罚我疆土 取我行山 十余城池 占我疆土 一百余里 杀我将士 五万余众 掠我粮食 资重无数 此仇不共戴天 陛下 除战位之外 朝阳与令隐 警舍的意见 竟然是如出一辙 打出楚威王的意料 楚威王沉思了许久 抬头问道 即使月人愿退 为人 有能将旁娟 爱卿如何胜他呀 陛下放心 微臣已有客位之计 哦 楚威王身子前驱 是何妙计呀 陛下 秦位久征何夕 不共戴天 我若结盟秦人 就可解除西北边幻 调出驱武大军 微臣若是与驱将军 合兵一处 能战之势可有二十万 莫说一个旁军 就是两个旁军 微臣也可将其一兵擒来 与秦人结盟 楚威王眉头为皱 秦人多我伤于古地六百里 这笔旧账寡人尚未清算的 谈何结盟啊 陛下 结盟只是权宜之计 待我破位之后 再与秦人计较不迟啊 那 楚威王眉头皱紧了 秦人若是不肯啊 陛下放心 秦人与我远隔大山 纵想图我 也是鞭长莫及啊 为人却是不同啊 秦人欲通山东 为人首当其冲 因而 秦人的真正对手不是我们 而是卫人 微臣已经会过秦国上卿陈阵了 他承诺说 秦公甚愿与陛下结盟 共同对位 只要陛下有意 秦公可率先兵出河西 袭奔安逸 威王闻讯 毕掉旁娟大军迎战秦人 待旁娟赶往河西 我即趁须直倒大梁 使旁娟首尾不能两顾 哦 楚威王陷入了身思 许久 抬头道 嗯 爱情所言事关重大 待寡人细加斟酌 再行定夺 昭阳起身 那 微臣告退 看到昭阳 渐去渐远 楚威王轻敲了几下鸡呀 来人哪 召张子 不消一刻 在附近偏殿后址的张仪 匆匆赶至 李毕威王开门见山 有人奏情寡人与秦人结盟 何乐争畏 寡人甚想听听 张子之见